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謝謝 今天晚上雖然只有35萬人 但是我們的聲音 又比昨天凱大大聲好不好 來 總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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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看到神力女超人許淑華委員這個服裝 不光是數據阿嬤不會賣菜 我也不會講話了 謝謝張善政院長賢康麗 跟我的最佳搭檔 也謝謝我們龍介兄 我們八位立法委員候選人 謝謝台中來的嚴親標 董事長 謝謝我們陸淑美副議長 我們議長夫人跟我們所有 各所有的議員 所有的議員同事 各位立法委員 莊主委 各位企業界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市府的團隊 所有海內外的僑胞 所有的台商朋友 所有我最敬愛的我們高雄市鄉親 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兄弟姐妹 所有電視機前面 關心我們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很多任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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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鄉親 謝謝各位好朋友 同樣 溫暖的天氣 甜美的氣氛 我們善良高雄鄉親 還有來自台澎雞馬海內外 所有好朋友的笑容 一樣熟悉的環境 但是今天 大家都知道 明天一大早開始投票 去年的前年的今天 跟現在我們的心情 已經有所不一樣 一年多以前的市長選情之夜 跟今天晚上的總統選情之夜 大家的想法 一定會有所改變 的確 一年多那場 驚心動魄 精彩絕倫 轟動海內外的 縣市長選舉 一個 神奇的市長誕生 叫韓國瑜 一群勇敢的高雄市民 參與了 這樣子一場選舉 造成了全亞洲 全世界的華人 高度的興趣 選上之後 一年來 勇敢的高雄市鄉親 以及韓國瑜 加上市府團隊 加上議會 我們共同努力打拼 親愛的高雄市民朋友 幾百年來 台灣開發的歷史上 高雄 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 這麼受到 全台灣全世界的注意 可以說 高雄的一舉一動 高雄的點點滴滴 高雄的政治人物 高雄的建設觀光 高雄的美食風景 所有的 都吸引了全世界人的關切 光12月份 上一個月 我們的估計 就有幾百萬人 進到了高雄 這是不得了 謝謝 高雄的驕傲 謝謝高雄鄉親 因為2018年 大家 做了一個勇敢的決定 投出了一個市長 大家結合起來 真的是轟動了全世界 我們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大家有的知道 有的可能不知道 我們高雄市 推動中英文雙語教育 我們在高雄做 遠在美國洛杉磯 的一位賣燒餅油條 豆漿的老闆 捐給我們80萬新台幣 我實在是太感動 我說你一個賣燒餅油條 豆漿在洛杉磯 做得這麼辛苦 為什麼要捐錢給我們高雄 而且你的家 是住在台北 他說因為我到美國發展 我的英文不好 我吃了很多苦 今天看到高雄市政府 要推動中英文雙語教育 我深受感動 我願意捐80萬台幣 這個好朋友這兩天又來電話 他因為得了癌症 這次沒有辦法回來投票 但是他一樣心系台灣 我要講這個是因為我們高雄 大家願意一條心來努力往前衝 感動了很多人 我每一個月到基層民眾 弱勢家群住一個晚上 我到了大聊 一個育幼院住了一個晚上 媒體報導出去 一對新加坡的夫妻感動 親自坐飛機從新加坡 趕到高雄的大聊 到了這個育幼院 找到這些小孩 所有小孩子讀書到大學畢業的前 這一對新加坡的夫妻 全部贊助 謝謝韓市長 親愛的高雄鄉親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段話 這些故事 每天幾乎都在發生 只是有的時候我們有聽到 有的時候沒有聽到 一年多來 高雄人上下一條心 創造了不可思議的奇蹟 很多人說高雄只會鋪馬路 鋪馬路鋪馬路 他們真的是錯了 鋪馬路是最基本的 本來就應該做 鋪馬路 清水溝 路燈亮 這是最基本的 這個上面 要做經濟發展 要辦好教育 要招商引資 要照顧弱勢 要宣傳這個城市 要讓人民有信心 要讓廣大的投資者 願意來投資 要讓產品 源源不斷的賣出去 我們不是只會鋪馬路 但是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親愛的高雄鄉親愛的南台灣的鄉親 從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三十年來 你們這麼愛民進黨 三十年 你們出錢出力 無怨無悔 一心一意 一生只愛 一個黨 就是民進黨 但是對不起 我必須戳破這個神話 三十年來 你們愛的民進黨 已經變了 今天的民進黨 已經不是三十年前 你們要支持的那個政 有良心 有理想的政黨 二三十年來 我們中南部鄉親 給民進黨這麼多的機會 多少人期待民進黨 能夠站起來 拿到政權 讓台灣走向良性的政黨政治 讓台灣走上健康的良黨制衡 多少民眾期待 一代又一代人 犧牲奉獻 就是希望建立良好的台灣 但是今天的民進黨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把一個民主的民進黨 搞得變成一個貪污腐敗的金光黨 他已經遠離中南部鄉親 三十年的期待 我們看得很感傷 我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身為一個台灣的一份子 如果執政黨做得好 我們國家有面子 有尊嚴 想想看我們多麼的驕傲 但是今天整個台灣的現況 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把政黨拿開 冷靜下來看 三年多 外交斷了七個國家 我們的外交 一步都走不出去 所有國際的組織 所有國際的組織 一個都沒有辦法參加 新南向政策 叫了三年半 花了一千多億 於事無成 兩岸之間的互動 海峽兩岸的互動 已經冷冰冰到了最低點 台灣的內部 民進黨應該想一想 三十年來支持你的人民 是希望兩黨政治 良性的發展 但是 把政權 當作物資衝鋒槍 直接掃射反對黨 恨不得 一槍就把反對黨給打死 完完全全讓我們台灣人民 讓支持民進黨的好朋友 傷心透露 今天台灣的危機 親愛的高雄想起 親愛的南部想起 真的 一個被架空的總統 總統被架空了 一群貪污腐敗的官員 把總統包圍起來 三年 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到了2018年縣市長大敗 發現不行了 怎麼辦 又想要繼續執政 怎麼辦 拿不出成績單 沒有辦法說蔡英文的好 講不出來 那就只好說韓國瑜的壞 對不對 對 所以 大家回想一下 劉謙變魔術 劉謙變魔術 大家都覺得神奇 一旦把變魔術的方法告訴大家 這個魔術一點都不好看 我今天就把民進黨變的魔術 講給大家聽 大家了解之後 就覺得民進黨 這樣子治理國家 一點都不行 真的是不行 因為想要繼續執政 拿不出成績 貪污腐敗的三年 廢掉的特徵組 怎麼辦 趕快收買媒體 收買了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報喜不報憂 今天 國家出了這麼多的大事情 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不敢監督執政黨 百分之九十台灣的媒體 不敢批判總統 百分之九十的台灣媒體 不敢對政府任何重大政策 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設 公司 通通 集中在 反對黨身上 這就是 流籤變魔術 一戳就破 然後呢 趕快撒錢 大量的錢往鄉下撒 盡可能開支票 光這一段時間 已經下了將近五千億台幣的政策買票 這個就是 再來秘密建立網軍 在網軍上幫年輕人洗腦 帶風向 結果玩得太過分 逼死了中華民國的優秀的外交官 這個讓我們很感傷 對我們中南部鄉親來說 這麼愛民進黨 到了今天 把台灣帶成這個樣子 尤其是中南部 今天已經2020年1月10號 我們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機場 到2020年都還沒有 所以親愛的高雄鄉親 親愛的南部鄉親 韓國瑜敢保證 我對台灣南部的愛 關心台灣南部的建設 期待南台灣的絕情 我是總統候選人裡面 最熱心最熱心的對不對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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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台灣 未來的台灣 未來台灣 一定要改變 我不會像民進黨在南部執政 每天在罵重北輕男 等到任期滿 有的跑到日本當代表 有的跑到中央當總統府秘書長 有的跑到中央當行政院長 全部忘記了 我不會幹這種事情 未來台灣一定要雙引擎發展 北台灣衝 南台灣要跟著衝 一起帶動中台灣 帶動了東台灣跟離島 我們全台灣的台風金馬 一起往前衝好不好 好 明天 讓韓國瑜為高雄出聲 榮耀高雄市 好不好 榮耀高雄市 謝謝 榮耀高雄市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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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娃 發出戰態好不好 好 總統好 總統加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再一次拜託高雄鄉親 我們所有南部鄉親 台澎金馬的鄉親 中華民國所有的國民 用手上這一張選票 翻轉台灣的命運 重新找到我們的方向 找回我們的驕傲 願中華民國萬歲